巨型風箏飛上天 不同造型在天空爭奇鬥艷 這是在高雄期間的風箏節 藍天白雲好天氣 除了放風箏 沙灘上還可以盡情遊玩 吸引不少人來朝聖 帶小孩來看看 第一次體驗 滿不錯的 除了風箏節吸引人潮 在高流還有超夯景點 民眾頂著烈日排隊 有的撐傘有的躲在陰影下 更是有人半夜三點就來排 為的就是超夯密干站長 要來排限量商品 我半夜三點 我大概六點 我大概是五點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這邊說 前面的五四個民眾 大家都曬得可能快封過去了 猛烈陽光也擋不住大家的熱情 除了高雄吸引滿滿觀光客 屏東也不遑多讓 朝桌夜市換到新的地點 封路五百公尺 夜市小吃集滿人 更是有攤位八點就完售 第一天開業 兩個小時湧入三千人 可見民眾對夜市有多熱愛 就像過雷利一樣啊 這樣子動線很好 這裡就比較集中 就比較多人 不管是風箏節 還是高流密干站長 晚上還有潮州夜市 暑假大小朋友紛紛出籠 到超夯景點遊玩 歡度美好的假期 記者張春華紅富人 郭宜貞高雄屏東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